杨超越近年来的发展势头愈发强劲 无论是作为组合的艺员还是独自进行个人活动 他总能给观众们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他凭借独特的个性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尽管在实力方面仍有待提升 但他的颜值和性格魅力依然足够吸引人 如今杨超越正逐渐将重心转向演艺事业 未来有望以演员的身份继续闪耀 无论是作为女团偶像还是演员 气质的修炼都是不可或缺的 特别是对于青春活力的少女们 她们总是热衷于展现自己最美的一面 更不用提那些时常亮相于镜头前的女明星们了 杨超越的日常穿搭总是透露出一种简约而不失亲和力的风格 她所选择的服饰仿佛就是邻家女孩的日常穿搭 在她身上你几乎找不到任何明星的架子 杨超越之所以受到众多人的喜爱 或许正是因为她的舞台实力和衣着品味都如同邻家女孩般亲切 例如在最近的一次亮相中 她上半身紧着一件肃静的白色T恤简约至极 为了增添些许色彩与活力 她巧妙地选择了佩戴一对蓝色耳坠 使得这件普通的T恤也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简约分潮盛行当下 而能够巧妙地将简约服饰演绎出独特个性 实则考验着不俗的穿搭功力 杨超越同样选择了灰蓝色牛仔裤作为下半身的搭配 这款裤子设计宽松不过却稍显厚重 有些许臃肿之感 在火箭少女的毕业盛典上 杨超越以幽默的方式自我调侃 声称自己不过是个普通打工妹 经济拮据式常态 甚至经常自黑手头拮据 而谈及杨超越的贫穷形象 其真实性可谓一目了然 她脚上那双鞋子看似覆盖着厚重的灰尘 仿佛已经脏到难以辨认 仿佛三年未曾清洗 黄济斑斑 然而这不过是鞋子的独特设计 刻意营造出一种脏乱的视觉效果 似乎是在与洁白无瑕的小白鞋一较高下 杨超越的舞台造型总是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甜美而俏皮的风格简直是为她量身打造 她的外貌和年纪都散发着青春的音味 记得她曾身着整套紫色服饰亮相 那种童真与活泼的气息扑面而来 上衣是紫色T恤 和夜秀的设计别出心裁 再配上白者裙 雪深气息扑面而来 宽如一位纯真的初中身 让人忍不住心生喜爱 杨超越曾经尝试过各式各样的奇特服饰 然而当她选择一身纯白裙装时 清纯感却似乎烟消云散 原以为她这般甜美的女孩 穿上白色裙子会显得清新脱俗 然而这身衣字兼白色衬衫搭配白者裙 却意外地让人感受到一种大哥般的霸气 整体造型散发出的气场令人惊讶 更有趣的是 这条裙子的设计也相当独特 尤其是腰部那花瓣状的装饰 看上去似乎有些显胖 即便杨超越身材苗条 也未能完全凸显其优势 杨超越下车瞬间 深途经验亮相 五美颜修饰下的腿形 美得让人望而却步 再也不敢轻易减肥 人间八笔杨超越意外曝光 对脸高清照 网友热议 这苹果鸡是否真实 难怪杨超越偏爱必开西指情 当他穿上它时 那双腿的轮廓 似乎超乎想象的分版